如果说过去的十多年 贵州是中国政治的高地 那么云南就是过去二十年 中国政治的洼地 也许是所谓的山高皇帝远 中央不闻不问 二十多年 云南省十数位省领导 无一人获得晋升 也许又是所谓的山高皇帝远 中央不闻不问 谈到领导干部搞钱 云南省又是首屈一指的风水宝地 云南省奉行高薪养脸 但对于不需要依靠 薪水生活的高级干部来说 来到七彩云南 他们更享受的是 在这里可以有更高更爽的追求 从九十年代的楚石建案 到唯一外逃的省部级干部 再到受惠新纪录的创造者 再到第一个主动投案自首的省委书记 可谓是屡创奇迹 省城昆明一时满门中列 连续四任市委书记罗马 与太远、吉林、淮南等地并列第一梯队 仅次于五代中列的黑龙江五常市 2001年 刚踏入新世纪的云南官场 迎来首场巨阵 省长李家庭因涉嫌犯罪被逮捕 共度三十余年的发妻王霄 在家中的御室上吊自杀 受到省长落马案件的影响 省委书记林胡安被降职 调回中央出任闲差 2001年10月 白恩培临危受命 从青海调任云南任省委书记 白家所在的原家沟 受过党的恩泽 是毛泽东名作《七原春雪》的创作地 数百人的小村庄 出过七十多名县级以上干部 白恩培家族更是号称一门四书记 入主云南 白恩培面前的是一个烂摊子 自1994年开始 云南省支柱的烟草行业 受到腐败案件的冲击 陷入持续数年的混乱 至98年考验双控后 全省的烟草经济更是逐年下滑 至白恩培入滇前夕的2000年和2001年 全省经济发展增速 甚至已经连续两年跌落至全国倒数第一 富裕现实经济发展缓制 边境和山区地周则不仅是陷入贫困 还面临毒品和艾滋病两大问题的挑战 面对眼前的困境 白恩培力推的第一战略大自当先 对于核心的烟草工业 白恩培提出 要围绕做精、做墙、做大品牌 做实、做墙、做大企业的思路求发展 努力实现云南由烟草大省 向烟草强省的转型 一系列的举措 恢复了云南烟草经济的活力 极大的巩固了云南省 在烟草行业的统治地位 至2006年 在云南省全省的GDP 达到4090亿元时 云南的两烟税率 已达到505亿元 在对烟草业全力催股的同时 也对其他产业进行重组 2003年开始启动产业重组计划 通过煎饼重组 产生了一批旗舰级的行业巨头 在城市建设上 则是大昆明为主的发展思路 白恩培提出 从2003年到2020年的18年时间 建成以滇质为核心 一壶四片和一壶四环的现代新昆明 之后 这一丝路逐渐成为云南大城市运动的雏形 这一丝路在昆明铺开后 全省也随之高唱大字 陆续出现大大礼 大曲景 大洪河等造成运动 在白恩培的历经图之下 云南省经济开始逐回正轨 通过从外省掉入旧部 和提拔过去受冷落的边缘干部 白恩培逐步握稳云南权柄 某干部评价白恩培用人 他的用人很有意思 只要对他有利义输送的人 他都可以重用 不像有些官员 比较讲究要有自己的圈子 亲信 这其实对地方观察的冲击是很大的 原来各个地方相对固定的圈子 被他打破了 而云南省官场 历来以斗争激烈直白而闻名 入巅不满两年 极有不满的人 对权柄日重的白恩培发出挑战 大有在徐云南省官场激战之事 2003年两会期间 以封署名云南省倒白委员会 列举白恩培的政治 经济 作风问题的举报信 被装进了发给参会人员的文件带 因作案手法极尽低劣 举报信很快被会务组发现 白恩培勃然大怒 只是省纪委和公安厅合力侦破 白恩培称 这是一起地方势力 针对中央下派干部的 有组织 有计划 有领导的政治事件 因举报信 使用云南省委的信件纸 多名省委干部遭到调查 最后 这场耗时一年多的调查 一名处级干部 云南省委办公厅员工会主席 杨宁坤的入语宣告终结 十年后 已出狱的杨宁坤称 自己没有参加举报白恩培 也不了解举报信的来龙去脉 仅仅因为与时任省委领导相属 就被打成倒白委员会的成员 白恩培以查经济问题的手段 对自己进行迫害 杨宁坤显然是自我高看 一个二线闲散处级干部 被省委书记迫害 纯纯地口出狂言 自我意隐 与其这样往自己脸上贴金 还不如说 这一场拙劣的作戏 是白恩培的自导自演 经过这一些小小的风波 云南官场也开始重归平静 经济上 国有企业完成重组 重新赶上中国速度 白恩培的位置越坐越暖 通过大规模的宣传 白恩培把自己包装为 一位政治明星 虽然他热衷于大天县 跑中央关系 但是西一代的领导核心 似乎并不太看重他 十年时间 未能晋级半步 从55岁 当上云南省省委书记 直到65岁退居二线 白恩培在云南主政长达十年 云南的干部圈 也被打上鲜明的白石烙印 2000年前后 昆明的发展定位 长期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顺应着90年代末期流行的某某之都 昆明先后选择过 休闲之都 高尔夫之都 会展之都等品牌 但均律师不灵 而在举办1999年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后 人口快速涌入 形成城中村 交通拥堵 使公共资源紧缺等大城市并接踵而至 2003年 在云南省坐稳了屁股的白恩培 终于踢走了看不太顺眼的昆明市委书记杨建强 年仅55岁的杨建强 被送入中央出任闲散职务 白恩培在省委的大秘杨重勇 顺利接绑昆明城 杨重勇是昆明本地人 在昆明学习工作近50年 讲到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和熟悉程度 全省上下无奇有者 杨重勇时期 继承了前任打造的春天标签 并明确将昆明市定位为商贸和旅游城市 同时响应省委的大昆明规划要求 开启建设新昆明 在这一时期 奠定了昆明市未来20年的发展规划 杨重勇在昆明时期 屡屡带着记者乘坐公交车上班 将自己宣传为一位连姐 勤政 爱民 敢担当的好干部 杨重勇在昆明的辛勤工作 获得组织的肯定 2007年获得跨省交流机会 出任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职务 在河北期间 杨重勇仍以敢言敢作著称 屡获好评 但2017年3月 一路顺风顺水 正在等待平安退休的杨重勇 却因被前期举报 在河北工作期间的经济问题而落马 法院审理查明 杨重勇贪腐2.06亿元 全部汇款均为在河北任职期间收受 而他在云南任职期间的所为 判决书只字未提 可见这一任的昆明市委书记 是滴水不沾 一尘不染 对家乡的殷切热爱 由此可亏一半 送走杨重勇 昆明市又迎来江苏的明星干部 朱和 和同时期的其他明星干部一样 朱和在工作上独断专行 对工作效率有着极端的追求 对待下属亦是极端的严苛 在干部立志上 朱和以铁腕著称 出道昆明 朱和便要求大家要拼了命地干 谁不干 干不好 就面临最严厉的问责制度 半个月后 一名不堪工作重负的干部 在朱和主持的会议上大瞌睡 被朱和当众斥责 两天后 这名干部被辞去领导职务 在城市发展上 朱和崇尚以经营企业的理念经营城市 在朱和主持下 昆明全力推行全区域的城镇化大圈地 大造成的大城市化跨越式发展的运动 朱和一上任 便提出明确目标 五年内改造重建336个城中村 朱和拆迁力度之强势 说是几年间搞得满城风雨 一步为过 在交通建设方面 朱和也要求原本计划三年修好的昆明二环路 在一年内完成 2008年10月 二环路全面开工 整个昆明都在挖坑修路 所有道路都陷入拥堵 但确实在不到一年时间内提前完成任务 2010年昆明新建地铁 朱和右下邻六条地铁线同时开工 过去 昆明每年植树十多万克 朱和要求 按昆明市每人一棵树的栽种量 四年内新增320万棵大树 结果 各区层层加码 仅2008年一年 组成四区和城贡新区的桥木种植总数 达到171万克 相当于前十年昆明市植树的总和 为此 政府和社会各界投入27亿元 几乎等于之前30年 对城市绿化的总投入 也因在求和认上 城市基础建设用力过猛 城市财政一直游走在悬崖边缘 使得昆明成为国内第一批 转向土地财政的城市之一 本台说 此类的干部 其实就是把当官这件事 当成一个电子游戏 一种典型的玩家心态 这样的干部 有为人民服务的瘾 是真正的热爱这一份工作 一切的满意和不满意 不过是游戏中的一组数据 参与这场游戏 他们所追求的 就是一个爽字 所谓入戏很深 游戏人生 在求和大刀阔斧的治理之下 昆明市各级干部苦不堪言 求和刚愎随意地大拆大建 毫不避讳的政商关系 也让云南官场对他的非议不断 举报不停 但是省委书记白恩培 却对求和非常满意 求和治下的昆明市 非常符合白恩培提出的 权域发展理念 他甚至安排求和 入驻前任省委书记的宅邸 已是其中 引得省长秦光荣大为光火 2011年8月 白恩培奉调入京副县 退居二县 与白恩培大档五年的省长秦光荣晋级 而求和则未能晋升省长 三个月后 在昆明市全体干部的注视下 求和发表了 情戏昆明造福人民的离职感言 随后复任云南省党委专职副书记 沦为秦光荣的副将 从此 强龙副手 世上再无所谓的能力库里求和 如果说白恩培是喜欢钱 喜欢物质享受 那秦光荣则是更喜欢搞圈子 他重用湖南同乡 沉迷风水迷信 留恋高人一头的莫名快感 民间传说 清朝年间 一个清城山道士 在昆明西北的长崇山上 步上了捆龙锁镇 使长崇山上的九条龙 飞走了七条 锁住了云南的龙脉 破坏了云南的风水 所以 云南出不了大领导 秦光荣听闻 对此深信不疑 他在长崇山上步下 先天无疾八卦阵 以其飞龙回归 试图顺畅通达 而也许 确实是龙回昆明 在2014年的云南省反复风暴中 中纪委手上举报材料堆积如山的秦光荣 虽然未能晋升 但仍得以安然落地 除了迷信之外 尚未了省委书记的秦光荣 亦不忘与白恩培和求和的拘语 2013年 秦光荣在某次座谈会上 开炮批评白恩培和求和主导的昆明成建 他批评昆明 作为城市发展内核的历史文脉被割裂 城市原有的大山大水空间格局被破坏 城市的人文知乎滇齿受到严重污染 城市的街区和建筑风格没有特色缺乏个性 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统筹规划 城市的管理缺乏文化视野和战略眼光 而实际上提到的这几点问题 他自己作为前任省长都有一半的责任一起背锅 不服气的输家求和则在年底的民主生活会上反击 他说总觉得自己是富手 是配角 赢过了求和 秦光荣得以把自己的亲信张恬心 安排上昆明市委书记位置 张恬心早年在文山州任职州委书记期间 将辖区内重要企业都隆锡矿 一处号称西矿含量全球第四 英矿含量全球第一的超级矿场 详情作价2400万 卖给秦光荣的马仔 湖南房地产老板蒋正江 而秦光荣则成为都隆西矿的真正主人 张恬心以此 向秦光荣交了头名状 得以飞黄腾达 因都隆西矿改制一事 新吞巨额果有资产 吃相果于难看 文山州长甚至拒绝在文件上签字 并坚持实名举报张恬心 2014年初 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落马 随之而来的 是全国各地拔除周永康外围势力的 新一轮巡视 前任省委书记白恩培 因与周永康之子周斌 周永康外围的黑道商人刘汉 合作侵吞矿场仪式败露 而云南官场恶斗历来举报成风 此番肩负政治任务 空降云南的巡视组 更是铁面无情 腊手摧花 2014年7月 张恬心落马 纪委同志没有找到他的犯罪证据 张恬心获得从情发落 以失职独职的名义 出以他开除党籍 将为付出级非领导职务的处分 2015年3月 求和落马 他已贪腐2433万元 或有期徒刑14年6个月 而下一个坐上昆明市委书记的高晋松 则因为他曾经向白恩培行贿买官 仅当了8个月省城市委书记 便领了10年的有期徒刑 简直是一个纯纯的倒霉蛋 至此 连续四任昆明市委书记 因腐败落马 不只是倒了霉的昆明市委领导 省底的领导亦有多人中枪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原副省长孔锤主 云南人称大锤哥 2014年3月 在北京参加两会期间 大锤哥先是服药过量导致昏迷 而后又在酒店割腕自杀 索性发现及时抢救成功 回到昆明后 又再次尝试自杀失败 云南官场传闻 大锤哥形势粗犷 个人作风以好色著称 不仅情人众多 而且喜好嫖娼 大锤哥曾当着一众下属的面 在夜长给省长李家庭教小姐 气得省长破口大骂 摔门而去 而孔锤柱也是全国高级干部中 少有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关于大锤哥自杀的原因 一是以自己的高级干部身份 竟感染了艾滋病 病情还被流传出去 已经社会性死亡 二是自己的前任秘书 现任副省长沈培平 已经在接受纪委调查 他自敢末日临近 在双重压力之下 选择轻生逃避 最终 2014年7月12日 孔锤柱自杀成功 他的前秘书沈培平 则获12年有期徒刑 但本台以2023年的眼光回看 关于大锤哥的传闻 疑点重重 好女色的孔锤柱 似乎并不属于艾滋病 易感染人群 本台更愿意相信 大锤哥是以极端好色 作为伪装 演示他真实的性取向 已不止被官场主流群体 所疏远 而沈培平 是否与他曾有着 某种特殊关系 至于这一系列 霍乱的源头 白恩培 在2014年8月落马 他不仅与周永康之子周斌 四川黑道大哥刘汉有合作 还收了传闻 有特殊中央关系的 世纪金元老板黄儒伦的巨款 最后 查明白恩培收贿2.47亿元 仅收贿金额一项 便创下了新的历史记录 更有坊间传闻 在白恩培家中搜到的钱款 有37亿之巨 相当于任职期间 每天收回百万 其中大部分 只能按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进行处理 对此 本台表示绝对怀疑 因为整理这个数额的巨款 就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位 花甲老人的体能极限 白恩培案创记录的贪腐数额 引起中央领导震怒 最终 白恩培成为刑法修正案后 第一个被判处死缓 并终身监禁 不得减刑和假释的干部 而他的老搭档秦光荣 则在2014年的云南反腐风暴中 得以全身而退 在64岁高龄 转入全国人打出任闲职 等待退休 但就在平安退休安全落地后的几个月 秦光荣突然向中纪委投案自首 成为首个自行投案的省部级干部 秦光荣投案的原因 是因为其在华融投资任职的独子秦领 被卷入赖小民案 以平安落地的秦光荣无可奈何 只得与妻子主动投案 一家老小整整齐齐 令人唏嘘 因秦光荣主动投案 他获得了党的宽大处理 紧领了七年的有期徒刑 至此 云南省连续两任省委书记落马 昆明市连续四任市委书记落马 今天的云南人 将白恩培和秦光荣时代 合成为失去的十年 白恩培和秦光荣落马 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政治前客 已浮出水面 按以曝光的消息 白恩培通往中央的天线有三条 第一条是周斌和刘翰 连接到周永康 后来也是因为这一条线 直接导致白恩培落马 第二条则是福建商人 世纪金元地产老板黄卢伦 尽管多年以来 黄卢伦多次强调其没有任何天线 没有任何的中央关系 但仍有传门 但仍有传闻 他与政协主席贾清林的外围势力有关联 第三条线则是贯穿白恩培和秦光荣时代的政治骗子 商人苏洪波 苏洪波虽然是一名商人 却在省委书记处得到省部级干部待遇 秦光荣他叫我叫名字 他叫红波 他叫 他这样叫 白恩培叫书总 而他每到云南 白恩培总会推去应酬 邀请他在晚上八点到白家餐去 秦光荣则是以贵为一省之长的尊贵 陪苏洪波休闲散步 大有中央领导微服私房一般的尊贵豪情 在排场上 与领导干部用餐 苏洪波的座子排名为全省第三 如果省委书记和省长不在 则由苏洪波就做主位 而他与白恩培吃饭闹得不愉快 拍桌子就走的故事 亦是传遍云南高级干部圈 甚至某次用餐 苏洪波竟掌握某位 副省级领导 省委书记都不敢做的事 他苏洪波做到了 肆意妄为可谓牛逼 在工作上 苏洪波不仅能牵线大桥城市 还能决定厅级干部的提名任免 政治能量可以说完全超过了 正牌的省委组织部长 而根据苏洪波的资数 他没有任何背景 是一个通过各种虚张声势 以营造个人形象的政治骗子 而他与白恩培结交 则是在2003年两会期间 他在北京宴请某些中央干部 碰巧遇到白恩培在同一餐厅吃饭 通过他的关系搭桥 两桌人合作一桌 白恩培得以在本次饭局 结识某些中央关系 以此事 苏洪波赢得了 白恩培的敬仰与信任 一名政治骗子 竟能以全省第三号人物的身份 常年游走在北京与昆明之间 省委书记和省长 均被玩弄于鼓掌 难道堂堂的异省首长 竟无能力一探虚实 他们真的是两个傻子吗 对此 吃瓜网友们不相信 本台也无法相信 回到2003年的饭局 白恩培究竟上了 哪一位中央领导的酒桌 苏洪波在北京的天线 又是谁呢 首先第一种猜测 白恩培在03年的饭局 坐上了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的酒桌 这种说法的来源 使苏洪波的父亲 是一名地质工程师 而苏洪波比温家宝小18岁 所以以此得出 苏洪波的父亲 是温家宝的老上司的说法 但实际上 这个猜测最为离谱 纵使温家宝念旧情 愿意赏光出席苏洪波的参序 但在2003年两会 新任的国务院总理 是两会的主角 绝无可能在两会期间 安排任何的私人聚会 另一说法 则是在此次饭局中 接触到了周永康本人 这种说法同样离谱 因为周永康在四川省任职 省委书记期间 白恩培分别在临近的青海省 和云南省当省委书记 作为临近省份的同级官僚 他们本来就互相认识 根本没有引荐的必要 除了以上两种离谱的猜测 还有一说则是 白恩培在这次饭局中 接触到了曾庆红 或是贾庆林的助手和幕僚 这个说法的来源 则是后来白恩培 与世纪金元的黄如伦合作 以及秦光荣后来 与明天系的肖建华油染 总之 比官场八卦更离谱的 肯定是官场的现实 即使2014年白恩培落马 这位所谓的政治骗子 仍一直保持着活动 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间游走 直到2019年 秦光荣投案自首后 苏洪波才在广东被抓获 而秦光荣之后的云南省领导 是否仍奉他为座上嘉宾 被他玩弄于鼓掌 云南省纪委不敢说 本台目前也没有可靠的信息 2014年的云南反腐风暴 造成所谓的官场塌方 经过短时间的混乱 收拾完云南官场残局的李继衡 被打发到内蒙古 新的省委书记引入了上海干部陈豪 以期打开经济建设的全新局面 而地方的建设发展 也开始转入全新的思路 昆明市引进了北京干部成连远 入滇前 成连远任职北京朝阳区区委书记 是曾在本台其他节目中登场的陈刚的继任者 云南省引入成连远 相比也是想另辟蹊径 在高新产业上有所突破 复制贵阳的跨越式发展 打破发展困局 市长也更换为 具有深厚产业发展经验的王喜良 带着全省人民的殷且期望 云南官场终于进入全新时代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 昆明市的陈书记 似乎并没有贵阳市的陈书记 那般的魄力与能力 他的四平八稳 并未能给昆明市 带来期望中的新产业 而城市的建设发展 仍延续既往的思路 加上正好赶上了 全国性的房地产热潮 昆明市土地财政一片火热 几年间 持续上马多个新项目 而全省上下 也借着房地产市场的春风 各地兴建起各类文旅地产 不仅领导们过上了好日子 各地的基层公务员 以及各种所谓的体制内单位 都享受到了 经济蓬勃发展下的 高薪养联的快乐 不过 所谓的花五百日红 一场疫情 以及社会的变化 重创了云南省重金投资的旅游业 旅游业收入枯萎的同时 更可怕的是 文旅地产估值神话的破灭 土地财政的枯萎 云南再次登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进入发展的低潮 2022年2月 昆明市长王喜良被问责降职 成为第一个为西一轮发展失利背锅的领导干部 或许确实是长崇山的风水破坏了云南的龙脉 二十多年来 十数位云南省领导 竟无一人获得禁职 不仅比不上隔壁的经济大省四川 更比不上政治高地贵州 甚至就连广西都力压云南一头 究竟是山高皇帝远 中央看不到云南的成绩 还是历代省领导工作消极怠慢 引得中央不满呢 如今 云南省严均的地方财政和城头债务问题 再次将云南推到聚光灯下 优待基层干部的高薪养联 已难以持续 甚至传出要裁员两成的小道消息 隔壁贵州省领导开始被清算 而云南省的各位领导 是否也会因为独职懒政 被列入纪委的调查名单 昆明城是否也能赶上武昌 成为另一个连续五任落马的宝地 在此 本台只想说 祝各位领导 健康 好运 平安